完全6点02分 高雄市议会议长许坤源的坠楼身亡案 今天下午他的遗伤临死于首度公开露面 他首先要感谢各界的关心 但话才讲到一半 忍不住痛哭失声 他说议长生前的遗愿就希望 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 能够为幸福而共同努力 他呼吁各界放下仇恨 这段时间对我们家族来说 首度公开面对媒体受访 许坤源妻子代表家属 感谢各界关心 情绪一来忍不住痛哭 声泪俱下 心疼丈夫为高雄做的努力 林思雨也曝光丈夫的最后心愿 面对丈夫死讯心力交瘁 徐坤源妻子声音越来越小 还边喘气 让旁人看了相当不舍 他也希望外界别再拿丈夫做文章 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还原 许坤源坠楼当晚的最后感叹 针对许坤源亲身遭到扭曲抹黑 韩国瑜痛批台湾人的善良后道在哪里 韩国瑜在灵堂开放后天天去 他也呼吁台湾人的善良 不要被恶意的民主抹灭 让死者能够安息 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 后韩国瑜时代的高雄市长 不选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地图上会打上一个蓝白托马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枯手图 蓝白合作有谱吗 代表白色势力的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在今天主持了党务记者会 他特别宣布 要挖角前国民党员 谢立功来担任秘书长 这是意味着双方正式合作吗 柯文哲是这样讲的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越少越好 但这也不意味着 他就不会跟民进党做朋友 大家听懂了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 蹭蓝右蹭绿 让柯黑大魔王王世坚 很不以为然 直接吐槽 蓝白合作 白蓝合作 听起来不好听 白蓝台语根本就是在鬼扯 从国民党挖来谢立功 颁发秘书长聘书 宣告白蓝合作计划的第一步 但从两人合作 该转哪边都有些卡卡 看来人需时间磨合 柯文哲的野心 却已经旺向高雄市长胡选 朋友要多比人要少 对于国民党现在 他其实比较有受挫 但他都会寻求一个最大的一样 他们要找最大最多的朋友 我倒觉得这也蛮正常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因为这样 我们就不跟民进党做朋友 白蓝合作 白蓝啊 我们台语念就 就是白木嘛 很鬼扯就对 瞎扯啦 可黑大魔王直接点破 光从台语以及白蓝二字 谁摆前头就能看出 柯文哲处心积虑 想蚕食惊吞 懒淫势力 不过国民党内 却有不同声音 认为集结在野力量 可就议题性与民众党合作 但是作为谁同样是在野党 要监督执政者 也有合作的这一面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确实是可以打开一个 比较宽的一个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但论级人选 从高雄在地青年挑选 包括立委 吴怡丁 以及黄昭顺之女陈金辉 还有庄志渊 沈春华等人 都有遭到点名 朱立伦 侯友宜则认为 国民党绝对必须派出人选 没有缺席空间 没有一个党 有放弃的潜力 大家一定要上下一心 找出好的人才 国民党绝对不能够确战 也不能够卫战 绝对要勇敢的站起来 补选当练兵 王世坚再提醒 国民党不能将韩国瑜 当马飞食用 得思考自立自强 方能欲火重生 在市场补选之前 行政院要先指派一个代理市长 这个代理市长是谁呢 大家说不是陈其迈吗 现在民进党内有杂音 大家知道民进党很多派系 其中的陈其迈被归属为鹰派人马 但是鹰派似乎又跟海派结盟了 交情相当不错 他们都赞成是陈其迈 但是局系子弟病 高敏林有意见 今天开了第一枪 他说陈其迈的选举 就输给了韩国瑜 现在代理空降市长 没有正当性 没有逻辑性 同时这个话讲得很呛 他说民进党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可以选高雄 讲到这里政国会的立委陈廷飞立刻附和 他说陈其迈如果代理市长是会有争议 眼看着各派系纷纷把炮口对准了陈其迈 似乎是不满海派在高雄独大 当然政治评论家也认为 这主要是斗倒了国民党之后 民进党现在热闹了 要开始内斗了 出席民进党中常会 陈其迈才刚签完名 就被cue到镜头前 脱下口罩 蛮是藏不住的笑意 不管我人在哪里 高雄都是我一生玄命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故乡可以更好 这个是我作为一个高雄子弟 一辈子努力的目标 我相信院长最后会做一个整体性的考量 当有结果之后就会马上跟各位说明 从代理市长到投入补选 传出陈其迈都在人选名单内 眼看海派交好的鹰派人马将入主港督 港内各派系对于陈其迈 能否代理市长出现杂音 既然要参与补选 那也不宜这个球员兼裁判 其迈过去曾经败选 那如果直接来代理市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批评 我觉得陈其迈应该直接宣布参选 而不是代理市长 今天要讨论这个补选的办法 可能在后续的这个常会或职会 再来做讨论 局限跟政国会同时发难 向陈其迈代理市长的正当性不足 花妈子弟兵高敏林 还搬出民进党支持者说 党内高雄不是只有陈其迈这个人选 最快 这有些不是超自爱我 有些还是要再征询更多的 这个党内的这个意见 或者是机制来处理 说服高雄陈其迈原本被视为 党内参选的最大公约数 但随着代理市长人选即将摊牌 眼看海派在高雄就要全部拿下 各派系开炮也不手软 记者黄明君 卫文权 SNG小组台北报道 除了整合派系之外 蔡英文总统很忙 他还要忙着振兴经济 那么昨天晚间来到了基隆夜市 夜市里面很多好吃的 我基隆人我知道 什么红烧蛮 还有清炖猪脚 甜不辣等等 但是蔡总统吃什么呢 他吃的是鹅仔酸 磕仔煎 一讲到磕这个字 大家很敏感 觉得吃磕仔煎 是要灭磕嘛 当然这两个字呢是同音 当然蔡英文总统笑着说 大家想象力太丰富了 而另一头人家柯文哲的回答是 你怎么不说 我每天都吃空心菜呢 粉浆蛋清菜还有超大颗的新鲜鹅啊 在铁盘上滋滋作响 热腾腾起锅后 再淋上特制酱料 经典特色美食 也让到夜市逛逛的总统 特别停下脚步 一口接着一口蔡英文吃的津津有味 但这一个动作也被解读 难道韩国瑜被罢免后 民进党的下一个目标 是柯文哲吗 会被政治解读 就是因为柯文哲的柯同音 在罢韩后的敏感时刻 被敌人大口吃 也被联想是要罢免柯文哲 我每天吃空心菜 所以这很无聊 嘴上说无聊 但还是不忘发挥可皮风格 硬要嘴两句 二阿森串起政坛关系 反倒让王世坚很有感 小学的时候 初号就是 我二阿森 王世坚 二阿森 王世坚 二阿森 柯仔坚 柯就被我坚了 柯黑大将一出手 就是不一样 柯文哲与民进党 白绿的敏感神经 再被二阿森重新挑动 记者 机关红 陈文越 S&E小组 台北采访报导 这两天中天新闻的独家新闻 有三名来自哥伦比亚的小偷 闯到了内湖大湖山庄的豪宅里面 撬开了保险箱 偷走了价值680万的台币外币 加上黄金 他们说是随机犯案 目前三人都已经被裁定收押 中天新闻也取得了独家的通联记录 显示这三个人犯案之后 密集的跟国外的不同人联络 至少打了10通电话以上 其中还有疑似中东人 一名叫做Devison的男子 跟他视讯了23分钟 当时对方没头没脑 冒出了一句老鼠杯子 疑似是暗号 而这个人的大头照放大来看 他是一个抢匪 指着美钞的绘画 讽刺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所以警方强烈怀疑 可能这组嫌犯 在国内国外都有人接应 外籍男子坐在巷子里 手中提着黑色大塑胶带 趁四下无人就往路边丢弃 然他们就是6月5号 在内湖大湖山庄街 撬开保险箱 偷走680万的饭嫌 三人回击灭镇后 立即回到原本入住的商旅 进行退房作业 之后便现身台北转运站 搭乘柯运南下高雄躲藏 但是这个过程都没有人发现异状 一个高高的两个个子挨挨的 大包小包的 三名各国范贤 在三月陆续来台入住台北这间商旅 但是6月5号的时候 在大湖山庄街得手680万 便立即退房逃逸 iPhone手机通联记录 里面有脸书Messenger 还有WhatsApp的视讯以及通话记录 三个小时就拨打了十通电话 下手行街后范贤密集联络 疑似国外的共犯 还出现中东国家文字的通话记录 最受瞩目的是汉一名Davidson 多次通话 甚至进行长达23分钟的视讯通话 传讯息写下发送并删除等简短文字 还附上好几张金氏电子称重和分裂好的照片 对方回了一具老鼠杯子 在网络上搜寻是一种特别的红酒杯 疑似是双方暗号 范贤回我已经有你的了 对话语意不明 但疑似想要嚣张 这位神秘的藏镜人Davidson才刚创立的脸书账号 大头贴放着美金 但富兰克林的头像 却被抢匪用一把枪指着 抢钱的意味浓厚 上方放着一名小孩还有姐姐的照片 隔空互称我爱你看似有正常家庭 却疑似是哥伦比亚窃盗集团的共犯之一 外国人来台湾犯案的模式 住宅窃盗算是比较少见 疫情的关系 那造成 也许是造成生活上的压力 这种迹象都显示有人接引 士林地院最后裁定三人收押 全国曾爆发重大窃案的分局 都急着想要戒掉三人征讯 要揪出集团的幕后首脑 解铃追风黄林轩台北报道 好所以人生有时候是得到还是失去 很难讲 其实对于韩国瑜的人生来讲也是如此 他卸任之后何去何从 很多韩粉非常的关注 还有人建议干脆让他再回到 那个卖菜狼的角色 这个新北市不是国民党的吗 让他去担任这个新北市果菜公司董事长 不过人家新北市长侯友宜 赶快强调了 说人家韩国瑜已经说过 要休息沉淀 要尊重他的意思 那么另外国民党副秘书长 柯智仁则透露 说韩国瑜曾说他想去庙里 但这应该是开玩笑的 预计大概三个月内不会再见到他 他真的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么最后的告别时间点 将会是在明天6月11号 韩国瑜发出了最后一支穿云剑 这将会是一场离情一一的 告别音乐会 市场内一箱箱蔬果整理配销 如今新北果菜公司董事长传出卸任 控出来的职缺外界立刻联想 是否有意聘请即将卸任 承认北农总经理的韩国瑜引发关注 听到问题 差点冒出冷汗 赶紧引用韩市长原话 让他好好休息沉淀 事后侯友宜还跟记者小小唠叨 不过论其韩国瑜下一步 究竟该何去何从 柯智仁也在脸书透露 贴上5月28号与副秘书长李燕秀 南下一同永参的画面 闲少献身的韩冰也在韩国瑜一旁 柯智仁文中透露 问及到韩市长下一步去哪 得到的答案竟然是去庙里 不过却忘了问 韩市长是要去哪座庙 柯智仁接受访问时还原经过 那我觉得很忍不住 他说市长你到底要去哪里 他说去庙里啊 而且去庙里这件事情 其实在528的时候 他就特别 他说要去庙里做一些的城前 不过下台前 韩国瑜发出最后的穿云剑 号召6月11号 高雄凤山行政中心草地前 举办告别音乐会 要求民众穿白衣 口罩到场静默 以感谢取代仇恨 团结守望高雄 柯智仁解释 韩国瑜有这层用意 之后他会做什么事情 就我的理解 他应该会成前一段日子 会不会去庙 或去教堂 或去任何空旷的地方 总而言之 应该在未来的三个月半年之内 不会再看到韩市长 告别音乐会后 韩国瑜将先休息沉浅 好好配家人 记者陈建安 张宇轩 SNG小组 高雄台北报导 韩国瑜去职之后 行政院将指派 谁来作为高雄市的代理人选 最近心浮上台面的会是 交通部次长王国财 还有法务部次长蔡壁仲等人 但另一头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爆料 他说星系 可能会派出吴怡农 来争取代理市长 真的吗 这么巧 王秋一姐 谢淑威 早一步脸书上点名 他说如果吴怡农 真的当代理是高雄市长的话 他要认真考虑搬回高雄了 结果调出了吴怡农本尊 他问 那么可以一起打网球吗 看起来是有影的 那么根据了解 蔡英文总统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已经交换过意见 这个代理人选是谁呢 胡之欲出了 口咒也挡不住的微笑好心情 总统蔡英文主持中常会 先肯定港督市民选择 人民可以赋予我们权利 但是他们也可以收回权利 罢韩国家队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有偏颇 否认所谓罢韩国家队 现在对民进党来说 好不容易绿地重现 接下来重中之重 从高雄市长补选到代理人选 到底要派谁 总统蔡英文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在10号中午进行例行性会面后 两人讨论出高雄代理市长 人选已经定案 而12号呢 经过中选会公告通过罢韩后 就会对外宣布 党会有机制来做决策 候选人决定了以后 我们才会有那个行政院副院长的 这个代理的问题 代理人选大黑马传出交通部正次 王国财很有望 2016年曾任高市交通局长 也当过一卡通票证董事长 熟悉高雄能力被评价100分 从政的经历 或者是在中央地方的经历 非常着这个功夫 他当然是一个很实切的运选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到点名新潮流江派吴怡农 真代理市长位 更连结日前吴怡农南下助选 网球一姐谢淑薇也兴奋点名 如果高雄代理市长是吴怡农 那我可以认真考虑搬回去 没想到还真调出吴怡农本尊 问可以一起打网球吗 让谢淑薇惊喜回应 意外和网友上演 南北农副抢人大战 而且他被点名的 还有法务部次长蔡壁仲 内政部次长花靖群 谁来救火 高雄市长之位拍板倒数 牵动绿营各派系较力战 记得程序一里一玄 SNG小组台北报道 好来看这个重要的 韩粉信任歌转向了吗 昨天晚间呢 他在这个脸书上表示 说他要支持蔡英文总统了 他希望蔡总统能够登上钓鱼台 守护我们的主权 那么今天下午呢 他跟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一起来到了民进党部 开直播 呼吁蔡英文跟宜兰县县长林姿妙 共同登岛 在钓鱼台上挂上 属于中华民国的门牌 高高举起 钓鱼台是我们的招牌 桃园市议员詹江村 和信任歌坐在民进党当部前 这回不激烈抗议 但有话要说 今天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蔡英文总统 钓鱼台是我们的宜兰县县长 也是那个林姿妙 他也邀请了你可以登岛 一起来挂上那个门牌 这一点我绝对支持 信任歌直播时强调 捍卫主权不分蓝绿 更不该被污蔑化 看得出他被1450出征 一肚子委屈 我们韩粉真的也不 已经被污的真的是 我不知道哪 那个媒体网军的风向太可怕了 因为信任歌改口 无法参加凯盗集会 引发部分网友批评 信任歌9号深夜发文提到 自己要支持蔡总统了 希望蔡总统也能登钓鱼台 守护我们的主权 自己还留言写说 真好难得我的留言板 有这么少的绿网军来西版 当我们国家面临到危机的时候 如果再分蓝绿 那跟XXX有什么两样 被问到是韩粉的问题 信任歌还撇清 强调是代表中华民国的老百姓 要媒体不要乱带风向 我在6月8号 截然亦然的我去申请的路前 民主监督联盟 申请开到13和14号 开到集会游行 总召集员 黄震中 10号表示 韩国瑜曾派人劝退他 但双方并没有达到共识 并称11号上午 将在台北宾馆前 召开记者会 切割韩粉 展现自己的决心 不幸被烧死的这名男子 姓王今年只有28岁 他的女朋友姓郭今年31岁 两个人相差3岁 是姐弟恋 在左营共同租房子 租了8个月 房东说他们经济状况不稳定 每个月的房租几乎都持缴 认为两个人应该是为了分担 房租的事情吵了一架 但邻居说看起来 他们的感情相当不错 常常同进同出 在争吵之后 发生了活警死亡意外 让大家都很感到震惊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穿着粉色睡衣 情绪相当激动的女子 就是住在透天五楼的租客 发生活警 男友受困屋内被烧成交湿 让女子面对警方痛哭失声 根据房东表示 死者和他的女友 就住在这一栋透天错的五楼 里面隔成三个房间 他们租了其中一间 但是两人疑似 因为房租的问题吵架 最后酿成活警 夺走一命 31岁的郭姓女友是台男人 目前没有工作待业中 身高约160公分 身材纤细 而他的王姓男友 28岁是高雄前证人 没有固定工作 是个零时工 身高大约180公分 体型高瘦 虽然是相差三岁的姐弟恋 但在邻居眼中 两人感情相当不错 当前没错啦 就是互动都没错 对对对互动 没错就出来 这位处理都都回来了 发生死亡火警 让邻居也不敢置信 房东也说 这对情侣看起来很勾矣 住在这里大约8个月 一个月房租6500元 可能两人经济状况不稳 为了房租分担问题 半夜大吵架 其实每个月都会脱去 都会脱去 都会脱很久吗 还好 像这一次 他其实他有说 他11号的时候会 会给 其实昨天我们还有跟他联络 死者和女友 两人长时间在外同居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和家人同住 死者的父亲 无法接受二号 希望检警能查清楚死因 别让28岁儿子 白白丧命 借我黄讯文过真 高雄报导 防疫期间我们看到 卫福部全体的员工 都很忙 也很辛苦 但其中这名食药署的 无性检任记者 他也很忙 他忙着什么呢 忙着天天跟女下属优惠 他可是已婚身份 两个人参加了 四天三夜研讨会 也没有入住 安排好的四星饭店 而是另外找旅馆开房间 平常下班 一前一后闭人耳目 而这个女下属 根据了解也有男朋友 这段不伦恋 疑似长达一年 不过对此 食药署已经发了声明 他说这名高官 不是防疫的组员 所以没有参加防疫工作 他在医院 他还是一个 比较多细菌病毒的地方 大家在里面 还是要提高警觉 食药署天天开 记者会部长阿丁 天天报疫情状况 却有食药署官员 在防疫期间被拍到 和下属疑似不忍列 将近一年 当时为了日本 核灾食品受访 他就是食药署的 无性检任记诊 被周刊拍到 他代表署内到新竹 参加四天三夜研讨会 没想到 却舍弃了安排的 四星级饭店 和另一名女下属 另开房间优惠 连续三天 据了解 这名无性检任 记者已婚 和有男友的女下属 经常下班就约会 两个人买便当 一起到山区 这部伦列 长达一年多 美国的这个 风险等级 做改变 降等的话呢 那我们会 依照规定的话呢 来暂停 每个人的输入 在镜头前 侃侃而谈 算是食药署里的 明日之星 据了解 这名布伦列 男主角 学历相当好 还曾经担任 食品管理科长 多次代表 在媒体前受访 声明两个人约会 有依规定请假 他也不是防疫的 单位主管 没有参与防疫活动 之后影响生育部分 将会提考机来讨论 只是这场布伦列 除了影响 两方的家庭跟感情 也让食药署 还在拼防疫之余 还得严格检视下属 有没有预举行为 接下来众报导 大家妈绕境 就在明天晚间 十一点了 十一点要起假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 从这个拍板定案 到真的起假 不到一个星期 怎么这么匆忙 没有错 这个匆忙是故意的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 就是为了避免信徒跟随 所以才这样 说走就走 那么陈时中今天呼吁 信徒希望大家 遵守防疫新生活的规定 好让妈祖安心 好 陈时中扮白脸 这个徐国勇扮黑脸 徐国勇今天撂下了重话 他说我们该 重新定义地方习俗 这个强调 其实就是对妈祖不敬 所以这次绕境当中 谁强调就法办谁 大姐妈绕镜虽然晚了两个月 但出发时间却是光速拍板 从宣布到启程 时间不到四天 这么仓促原来还是为了防疫 他也鼓励信徒做线上直播 那另外是他为什么会特别 说走就走 这样子也可以避免掉 很多信众的跟随 动辄百万人次起跳的宗教 盛世之回却要将人数 降到千人以下 难度超高 往年最受欢迎的大甲妈 一日体验 今年也祭出实名制新规定 发放限量帽子作为管制 借此控制人数 历年大甲妈绕镜通通都是比热闹 政治人物就怕缺席 去年阵逢选举 蓝绿白大咖统通到齐 今年却只有地方首长独成大局 甚至最夯的阿丁部长也说 另外有约 博客出席 我也知道 大家对这样的活动 也都期待非常的久 所以在管理上 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 呼吁所有的信徒 让妈祖多安心 所以尽量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 让这样的一个绕境的活动 能够顺利的进行 为了绕境 台中市府预计投入1800人次 除了料化又冲突 就严办 内政部长徐国勇 更把丑话说在前 将地方习俗抢教重新定义 天后初旬 绕境启程 斗鼠祭时 这回怕的是信徒太热情 人数控管成为最大难题 这综合报道 大家很喜欢水果茶饮 但你知道吗 手上的这杯手摇饮 里面的水果是纯天然的吗 这个答案可能让你吓一跳 假日台北街头的茶饮街 每人低消要点一杯饮料 但眼前这杯特调 店员声称百香红茶 芒果绿茶是果汁调的 但我们在吧台没有看到新鲜水果 只有浓缩果汁 我叫百香绿茶 百香是原汁吗 百香是果汁的还是那个 各半 你要不要一粒一粒的 各半是什么意思 就是都有 果酱和果粒都有 原来我们手上这一杯 有百香果子的百香红茶 不是天然百香果汁调的 所使用的百香果 是天然果汁还是调出来的果酱 或是浓缩汁 而这些食品 食品材料行都可以轻易取得 有那种油脂的吗 这怎么泡 一般是刹冰 一比五对水 先这样试试看 一般果汁都是五倍水 架上琳琅满目 想要的水果味 从柠檬 草莓 芒果到凤梨 都有浓缩版 这些都是政府挂保证 合法的添加物 都是食品添加物 我想它不会有伤害 毒物专家说 食用级的化工产品 吃下不会伤身体 但仔细看里头成分 大人小孩还是得当心 小朋友主要正对使用色素 人工色素 黄色4号 5号 红色6号 红色40号 他们使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过动而 然后玉米果糖 大人的话 赤道化 油面会有脂肪肝 高血脂症 然后代谢症后期那些都会 百香果颜色就出来了 百香果颜色出来了 但是这个颜色看起来很黄 太黄了 所以它有黄色的4号 就是比较偏红的 还没有味道 其实这里有一个 叫百香果香精 你要有多香就多香 原来我们喝的市售浓缩百香果汁 很有可能是这样来的 原来我们喝的手摇饮料 很有可能是人工调出来的 缺乏水果天然营养素 有些手摇饮料店开始自觉 这堂自己煮 大打纯天然茶饮 要和市场做出区隔 像果农一挖好急速人 弄过来的时候 它是连那个果梗都是在里面 它并都没有处理过 喝得到新鲜原味 当机蜜桃也现切现打 而且期间限定 民众喝手摇饮料选择权在自己手里 也别太过担心 但选择可以更天然 点饮料前主动多问一句 或许就可以让身体少点负担